社会消息带您来看到 国道一号靠近云林西罗服务区的路段 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小轿车疑似操作不当 结果失控撞上了内侧的分隔岛之后翻覆 车上两个人一死一伤 另外在苗栗有一名19岁的年轻妈妈 胸前背着一岁的儿子骑机车 追撞了前方小货车 机车全毁 还好母子俩送鱼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疑似没有固定好 另外来看到是在宜兰 有一辆满载鸡蛋的小货车左转宜兰桥的时候 车上数百颗的鸡蛋全撒了出来 一度影响交通 白色小货车一个转弯进入宜兰桥 这时后车斗上的鸡蛋突然掉了下来 镜头拉近再看一次 小货车左转其中有两栏鸡蛋被甩了出来 篮子上数百颗的鸡蛋撒满地 弹壳破裂弹一全流了出来 后方驾驶纷纷闪避 一度影响交通 警方货报除了找来清洁队清理 远警也拿起扫把帮忙清扫路面 意外地点是在宜兰市6号中午12点多 一辆满载鸡蛋的小货车 行进宜兰市环河路左转 要上宜兰桥时 疑似车上鸡蛋栏没有固定好 幸好没有酿成意外 镜头转到苗栗 19岁的女骑士 坍坐在地上疑似腿部骨折痛得哇哇大叫 6号上午她背着一岁儿子骑机车 行进通宵阵南河路时 追撞前方小货车 由于撞击力道强大 机车车头严重回损 母子两受伤倒地 小男一一四受到惊吓 不停哭闹 一旁好心民众帮忙抱起安抚 幸好只有头部挫伤 母子两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云林这名男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国道一号北上230.9公里 靠近西罗服务区路段 一辆小客车一四操作不当失控 车头全汇 车上乘客喷出车外横躺在车道上 疑似遭受猛烈撞击当场死亡 另一人则受伤送医 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 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